大家好,欢迎来到洋洋Chinese Classes。 今天洋洋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是 云宝宝受伤了。 云宝宝受伤了,天空蓝蓝的,草地轻轻的。 蓝蓝的天空里有一片片的白云, 轻轻的草地上有一朵朵的红花。 呼呼呼,忽然吹起一阵阵的大风, 大风将一片小小的白云吹了下来。 啊! 原来是云宝宝。 它先是落在点点的头上, 又弹到小榴莲的头上。 再飞到高高的树枝上。 云宝宝,别怕,我们来帮你。 云宝宝受伤了, 它没有力气飞回到天空里。 你们能帮我回到天上吗? 跳翘翘板, 放风筝, 做火箭, 点点和小榴莲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。 最后, 它们决定用电风扇把云宝宝吹上天。 可是, 电风扇却把云宝宝吹得不停地打转。 。 云宝宝, 别害怕, 你在我家先住下, 好好养伤, 别玩耍, 等你好了, 再回家。 点点抱着云宝宝一起走回家 我就住在这里 当晚云宝宝梦见自己回到了天空 小星星开心地前来欢迎他 醒来后云宝宝更想家了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洋洋老师 我们下次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